欢迎收听新视角听新闻 我是清雨 出狱才几个月的周振毅 4月18日在上海万达瑞华酒店高调举行60岁生日宴 上海东方卫视节目主持人陈雷、陈荣、朱振等6人集体上台 为周振毅助寿 惊动官方、上海广播电视台连夜给市委宣传部的一份情况说明 在网络上曝光 证实了6名主持人参加了寿宴 最新消息称 这6位主持人已被停职 早前他们已被列入不准出镜的黑名单 圈内人士透露 他们每人收取了周振毅10万元出场费 微博上网友对此议论纷纷 据说那几个主持人已经不让上节目了 东方卫视其他主持人估计正在开香槟了 有钱能使鬼推磨 也能使主持人推磨 还有人说 曾刑事犯罪的周振毅高调出狱 东方卫视电视台这么多主持人纷纷为其站台 这是资本的魔力还是媒体人的迷失 在大陆传媒界朋友圈流传 多位主持人在前往周振毅生日晚宴途中 接到有人劝告 半途折返 可谓逃过一劫 另一个主持人陈陈也接到了周振毅的请帖 因当时正在外面拍戏 也赌过一劫 还有人爆料指东方卫视六位主持人原本说没拿钱 现在都招了 每人十万元的出场费 连周振毅也没顶住 并透露 上海市二中院批准周振毅提前近两年释放 所有签过字的人都要被调查 熟悉中国政治环境的商人李天海对自由亚洲表示 周振毅可谓咎由自取 惹上大麻烦 他自己可能还不知道 李天海说 周振毅他是咎由自取 那些主持人一个拿十万 吃顿饭捞十万元 这种活谁都干 但是你要看干谁的活 这种活可干不起 如今说心里话 那种来小钱的机会已经不多了 那些人吃顿饭落下十万元 真的蛮划算 但是这种事情一不小心就掉沟里了 另一位接近上海娱乐圈的方先生透露 几天前 来自北京的一个调查组已抵达上海 对周振毅生日宴的来龙去脉展开调查 方先生说 中央调查组来了 据我知道是因为不忘初心 不是市委直接查的 是调查组在查 现在是中央调查组来查的 轮不到地方政府查 方先生还表示 上海的SMG集团有几个高层去了 他自己还不承认 被人家挖出照片 当天周振毅的生日宴会背景板上打着巨大的不忘初心 回归本社的字样 据传 调查组要追究其本社两字的真实含义 周振毅此人背景复杂 他与江泽民的两个儿子江绵恒江绵康都有经济往来 关系密切 坊间传闻 周振毅的妻子有黑道背景的毛玉萍 被前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认作干女儿 2007年 涉及资金高达339亿元的上海社保基金挪用案曝光 签出陈良宇等一众上海高官 周振毅也因此被判刑16年 2020年减刑提前出狱 当时江泽民的两个儿子也卷入了上海社保基金挪用案 但暂时脱逃了刑罚 自由亚洲成披露 江绵恒帮助周振毅从上海的社保基金里面借出了50亿 让周去搞土地开发 周振毅拿到钱之后 一转手就把2亿4千万孝敬给了江绵恒 目前中共内部权斗激烈 明年的中共二十大涉及高层人事变动 习近平正在为继续连任 扫除一切障碍 周振毅在此时高调举办生日宴 打出不忘初心回归本社的名号 不可避免的会引起高层警觉 外界认为周振毅行事如此高调 而且能让上海电视主持人悉数为他捧场 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 说明周振毅背后仍有大人物为他撑腰 而他刚刚出狱就引发轩然大波 又被调查 他未来的命运如何 受到舆论关注 本次的新视角清新闻就到这里 请记得订阅、点赞 本节目粤语版部分内容 已加入大纪元的Patreon 也请大家多多支持 期末 期末 conferenc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